五根 六根 看到没有 混凝土 那就一根钢筋 那也叫混凝土啊 我的个妈呀 那也叫混凝土啊 也叫功夫啊 那混凝土里面有四根钢筋 你能把那个混凝土打裂了 你都很厉害 那不可能有人做得到的 你让我觉得这恶事 不叫脸 少林妙峰徐州见证了霹雳手老顽童的真功夫之后 曾经应接歌舞员三掌的神爪大罗跳了出来 说一根钢筋不算混凝土 混凝土里面如果有四根钢筋 谁能把它打裂了 那才叫厉害 而且不可能有人做得到 有人把小编发的这个视频 发给了老顽童看 小编和老顽童的弟子唐紫辰是互关的 估计老顽童也看过了 老顽童最新拍了个段子 基本上属于不点名的回应了神爪大罗 我们来看一下 老顽童在一个废弃的院子里面找到了好几根混凝土 其中有一根是六根钢筋的 硬度属于C35级别 大家看这训练棒 大家知道这个训练棒的质量是特别好的 大约一般呢 这个黄梁一般都是C35的左右 关于混凝土的级别 详见图表 C35的话可以用在房梁或者立柱上 老顽童把混凝土拿回了院子 大家注意 那压住混凝土的配重 生锈的那个是一百斤 小的那个也得六十斤 而老顽童每砸一下手 两个配重块都被弹得跳起 可见每砸一下的力道有多大 还有就是老顽童的手得有多硬啊 什么 普通人一下就干粉碎性骨折了 谁敢 而是那混凝土里面有四根钢筋 你能把那个混凝土打裂了你都很厉害 那不可能有人做得到的 这可是六根钢筋啊 所以老顽童这种自娱自乐的方式 不点名的打脸了所有还在质疑他的人 小编觉得这个方式挺有震撼力 也有说服力 老顽童的上限到底在哪里 目前还真没看出来 大家有什么想法 欢迎留言讨论